哈喽大家好 今天就是这个大晴天 特别想跟你们分享一下 2020年最大的收获 就2020年其实是我 二十多年来人生最低谷的一年 我失去了我 最亲爱的一个亲人 还有因为疫情 我和我的另外一个家人 承受了非常非常多的 想象不到的遭遇 然后我还处在 疫情爆发的漩涡当时 然后自己的身体 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财务方面也有一些小麻烦 总之有非常多的 新的突入起来的遭遇 然后而且还是一起来的 就差点把我打垮了 但是呢尽管如此 2020年我还是觉得 我不会说它是最难的一年 我会用最难忘的一年来形容它 因为除了这些非常意想不到的 程度很深的downs低谷 我还迎来了更多的ups 就更多的高亮时刻 而且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觉得 2020我真的变得更加幸福 而且我觉得我有能力 有这个底气 让自己和自己爱的人 在未来变得更加幸福 然后我一直把B站当作自己的 一个窗口 我觉得 所以我想 首先让我在B站上的朋友们 也更加幸福 那光说不做的话 有点假对吧 我光说我自己变得更加幸福了 可能没有什么 没有太大的 这个可靠度 因为你们也看不到 我的脸一直在笑 所以呢我就很 很厚脸皮的 先把我身边受我的影响 变得更加幸福的例子 先拿出来 给你们看一下 然后让你们觉得 人真的是有能力 可以变得更加幸福 而且也有能力 能让身边的人 变得更加幸福的 那这个呢 是来自我上学期 教的100个学生 两个班 在期末的时候 给我的一个反馈 我给他们问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其实是问他们 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可以是学习方面的改变 然后我更希望 他们分享的是 something beyond english 就是我教他们英语阅读课 但是我 我希望他们 分享给我的改变 不仅是英语方面啊 更加自信 更加有兴趣 更加知道怎么样 科学的去学 更加有趣的去学 我更希望他们分享的是 你作为一个人 作为一个成年人 作为一个大学生 你有哪些方面的成长 你的生活 有没有变得更加幸福 你对未来 是不是有更多的憧憬 或者是更加积极的 whatever 更加多的综合素质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是问的他们 这个学期里面 印象最深的一次课是什么 发生了什么 他们也都分享了 自己的第一次的突破 其实他们做出来的 第一次突破 说实话 我自己比他们更加激动 可能是因为我自己 一直以来 其实很内向 很胆小的 就不太敢袒露自己 但是呢 所以尤其看到 其他人能够 由内向 然后开始突破自己的时候 我就很激动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软肋之一 所以就很为他们感到开心 然后这三个问题 就是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也没什么 还要对我说的 然后呢 他们的这些话 就给我很多信心 让我觉得 哇 原来我真的有能力 能够给我的学生 带来幸福 不仅教他们英语 让他们对英语的 兴趣更加浓厚 也能够让他们 变得更加勇敢 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就对自己更加负责 等等等等 就这些综合素质 是我自己最看中 也是让我自己 最自豪 最骄傲的 那这里面 其实每一个 都让我印象很深刻 在这里就放一个 印象最深的 就是其实整门课 我从头到尾 没有说过 希望大家变得 更加幸福啊 或者怎么样 但真的有学生 就会留言说 这学习最大的改变 就是感觉到自己 变得更加 生活更加幸福了 就他能够主动 输出幸福这个词 我觉得很惊讶 因为我没有 其实没有跟他们 刻意提过这个 所以 就是 就是学生们 给我的反馈 让我觉得 对 我有信心 说不定也可以 给看视频的你的生活 带来一些改变 那 说这些呢 其实是想要 跟你们分享 当然让我自己 有能力 还有让身边的人 更幸福的 这个原因 是有很多很多的 我遇到了很多 很美好的人 还有一些 有智慧的人 还有一些 契机事情巧合 这些当然都有帮助 但我个人绝对 我帮助最大 是这个东西 有哦 稍等好 把它调出来 对 是这个 这个是B站上的 积极心理学 它的学名叫 Positive Psychology 来自Harvard University Tel 这个老师 那有很多个版本 都是免费的 我自己最推荐的版本 是这个 20万 播放量的 12级重编版 这个版本呢 它就是根据主题 来编的一个排序 我个人觉得 这个版本 非常值得推荐 我也是跟着 这个版本来学的 那学志们课呢 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它的时长 是30个小时 当然一些笔记 会有帮助 一些PPT 也可以帮你提纲切领 还有像我这种 就是总结笔记视频 但是呢 这个是捷径 我觉得这个捷径 是不可取的 就是我这种视频 只能作为抛砖引玉 你最后还是要 进入到这个世界 去踏踏实实地 看完这个视频 做笔记 然后每一节课 结束的时候 思考 我可以 明天的生活中 有哪些 新的行动 变化 你只有有这样一个过程 把它当作一个 学期的学习 你才能真正地有变化 然后像我这样 变得更加幸福 而且让自己身边的人 变得更加幸福 这个真的不是说说而已 我其实很少 就是 感于分享这些东西 只有当我自己 真正做到了 我才敢分享 所以希望大家 可以相信我一次 勇敢地去学这门课吧 真的非常棒 然后呢 在这个抛砖引玉嘛 那就还是 简单地分享一下 我学这门课的过程 还有一些主要收获 高量收获 首先呢 我是从2020年的 9月底开始学 然后一直学到了 今年的2月份初 才学完 所以基本上是持续了 4个月 然后很巧合的是 这4个月刚好也是我 作为老师 给我的学生 上课的一个学期 所以那段时间呢 是我有两个身份 一个是学生 就是积极心理学的学生 另外一个身份就是 我是我的英语阅读课的老师 那其实真的是一个教学相长 两个角色互换的过程 就我一边把我在这边 学到的 记忆心理学的一些东西 内化到我自己身上 然后通过我自己的行为改变 然后给学生看 然后告诉他们 传达给他们 就宴传身教 然后他们就真的会像我那样 去突破自己 这个过程真的是一个闭环 非常有趣 巧合的一个 应该是人生中 最高光的4个月了 我觉得我永远不会忘记 这段日子 每次进课堂 就感觉那些100个学生就像 向日葵一样对着我笑 就哪怕是阴天下雪天 我也觉得是晴天 只要走进他们的教室 他们很开心 然后我也很开心 我开心 他们也很开心 就是这样 互相影响 互相治愈的感觉 因为那段时间 其实我还是处于人生低谷 我还是没有办法 彻底走出来 当然我现在也没有说彻底走出来 只是说 那段时间真的是一个 互相治愈的一个能量场 非常神奇 我以前从来不相信会这样 但是 当你真正有过这种体验之后 你就很想把这种幸福感 传递给别人 然后让 比如说我现在录这个视频 就是也希望你们能够 也像我一样 哪怕遇到了最低谷的一年 一段日子 你也能够 有能力让自己更加幸福 并且让身边的人更加幸福 这个真的不是神话 我觉得 真的很神奇 好 语无伦色了这么多 我们就开始进入正题 首先呢 就是要做好心理准备 就是不要想着走捷径 说看完这个视频 或者是看完其他 UP主的一些讲解 你就好像不用去看这门课一样 不是的 任何东西都比不上这门课 最棒的体验 永远是你跟着Tel 就是这个主张老师来一起成长 因为这个老师他非常棒 他会在这门课的过程中 也展现出 他自己突破自己的一些 具体的过程 具体的精彩情节 我就不剧透了 真的非常棒 他是我 应该是迄今为止 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老师 我会永远以他为榜样来 来做人 做老师 所以第一个心理准备就是 不管怎么样 一定回去 看这个视频 每天可能 给自己安排一到两个小时 然后拿出笔记本 来做笔记 这样 然后最重要的是 你要做出改变 你可以记很多笔记 把笔记做得很美妙 很fancy 你也可以滔滔不绝跟没人讲这些 但是如果你什么都不改变的话 你的生活不会有任何改变 你不会变得更幸福 只有当你真正去做 才会有改变 然后第二个前提呢 就是 幸福它是一个进行时 它是在于过程 就是你可以设定很多目标 比如说我要考上哈佛大学 那当你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 你当然会狂醒 但是狂醒最多最多持续一个月或者一周 那在这之后的狂醒呢 其实是闲者时间 就是类似于闲者时间 就是你会有更多的空虚 然后你又回到了 取得这个目标 达成这个成就之前的一个幸福状态 就还是回到了基准 所以当然可以设目标 设目标是一个功课之一 但是其实幸福是在于 更多的是在于你攀爬这个目标过程中 你很享受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的时间更长 所以你的快乐的 幸福的这个持续时间更久 而不是说达到一个目标 光洗过后 然后又回到空虚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成功的人 他可能一次又一次的攀爬 达到一些成就 但是他最后会堕落到吸毒 或者是黄毒毒这种比较极端 因为他很空虚 他并没有真的变得更幸福 他只是在一个又一个的目标中 迷失了自己 然后最后只能用反面的更大的一个目标 所谓目标来刺激自己 所以这种幸福 其实是不太幸福的幸福 所以幸福呢是一个进行式 你要学会享受 你攀爬目标的这个过程中 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幸福的 而不是说你达到目标的那一刻 才是幸福的 这个观点一定要 就是可以掉转过来 然后第三个前提呢就是 幸福它是一个比较极 不是跟别人比 而是跟你自己比 你有比昨天的自己更加幸福 那你就是一个幸福的人 因为幸福它其实没有一个标准 只说你要达到一般你才是幸福 你99你就不幸福 或者说你一定要比A更幸福 才叫幸福 你比A不幸福那就是不幸福 这些都都是唯命题 就是真正的幸福呢 它是一个比较极 你比你自己的昨天更加幸福 那你就是一个更幸福的人 所以没有最幸福 只有更幸福 大概就是三个前提吧 对 第一个前提呢就是 这个视频只是一个抛砖引玉 不要想这种捷径 通过看这个很短的视频 你就能cover30个小时的课程 这个是不可能的 最好回去踏踏实实地去学这门课 然后第二个前提呢就是 学这门课呢 只有一小撮的人能够变得更幸福 这一小撮的人就是 他能够每节课之后真正地去行动起来 去内化到每一天的行动中 你才能变得更幸福 这是改变 然后第三个前提呢就是 幸福它是一个进行时 是一个比较急 它在于过程 你享受过程 而且是你跟自己的昨天比 而不是跟任何其他人比 好了 那讲完这三个前提呢 如果你还在看的话 我觉得你很有希望 可以成为一个个幸福的人 那我们就开始吧 下面是我的笔记分享时间 我会尽量地控制篇幅 但是其实说实话 在录这个视频之前 我已经录了很多个版本了 我发现 每一个点我都可以发散很多例子 因为只有讲例子 你才能就是get到这个背后的意思嘛 那我会尽量控制时间 然后呢 这个分享大概会分为四个部分 说实话 这门课 我做了笔记大概有几十页吧 但是呢 我最后最后 一轮又一轮地浓缩 就浓缩到了这四个部分 那这四个部分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 quotes 引言 我是准备把这些quotes 分别制作成海报 然后变成我的屏幕 就每15分钟换的那种 因为很经典 我每次看到这一些 一些很精辟的短的句子 我就会想到 Tel 就是那个主张老师 他背后讲的那一些案例啊 等等 就非常有画面感 很激励人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脱水版的总结 就是 就是整个十二节课 我最大的 最深刻的收获 然后呢 第三个部分就是to do 就是我给自己设的 自己要行动的 当然有一些打勾的 你会看到就是我已经开始做的 然后呢 一些没打勾的 就是我还正在做 未来还要继续达到的 然后第四个部分呢 就是 也是这门课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会有很多的案例分享 就是他 他还是一个很学术的一个课程 就是 所以他会有很多科学实验 有多少人 分成两组对照 然后哪些人变得更加幸福等等 他会放这些 然后告诉你 其实人都是喜欢听故事的嘛 那所以 看到别人这样做 看到别人这样的种对比 你就会更加有 有心理的一个预期 我也可以向他学习 我也可以向那些最成功 而且最幸福 最健康的人学习 然后我会变得像他们一样 幸福成功 健康 就这些案例 就会很有画面感 好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哇塞 第一个部分是quotes 第一条 appreciate the good the good appreciate 首先这里要讲一个英语单词的 这个单词它最大的一个意思是感谢 然后之后呢 就是 升值 这个地方放不进来 就它的第二个意思就是升值 增多 变多 那这句话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说 当你去欣赏 发自内心的去欣赏感叹 去感激 一件事情的发生的时候 那这个事情本身 它就会变得更多 其实它客观上并不会变得更多 只是说它的存在感更强 在你的世界 主观世界里面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大晴天咯 比如说我很喜欢晒太阳 然后一晴天我就很开心 一下雨就很低落 然后 在学完这门课之后呢 这个过程中哈 我就开始改变 就是 就是提高自己对晴天的敏感度 比如说今天又是晴天 哇好开心啊 今天又是晴天 感谢今天是晴天 然后 那慢慢的呢 我就会发现 以前我可能不会注意到 还是晴天 但是以后 一旦出现晴天 哪怕是一瞬间的太阳 我都会很开心 因为 就这个晴天在我这边的敏感度 提高了 它一出来 我就知道 它出来了 那这样的话 其实久而久之 它在我这边的存在感提升了 所以 它这个就真的是增加了 就晴天好像在我的世界里变多了 或者再举一个例子 你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我想要申请 比如说 跨专业 我要申请社会学的博士了 那以前可能你没有提过这个问题 但是自从你提了这个问题以后呢 你就会发现 哦原来我认识这个学社会学的 哦原来我 我看过那个社会学的书 哦原来我以后想要看 那个关于社会学的纪录片 等等 然后这些所有跟社会学 跟你的目标 关的东西就全部冒出来了 但这些东西其实 一直都在那里 只是因为你提了这个问题之后 你开始关注它 欣赏它之后 啊 这些东西 突然资源就全部都变多了一样 这个其实就是存在感变多 嗯 就是你可以每天写感人日记 这个后面会提到 就是你越感激它 感激它 它的存在 然后你就会越意识到它的存在 然后在你的世界里面 它的存在就变多了一样 yeah 好 第二个呢 Nothing breeds success like success 就没有什么比成功更能孕育成功 我们虽然会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啊 后面也会提到 但是呢 呃 任何事都是两面的嘛 就是 比如说 你设一个计划 你不要设一个虚无缥缈 非常完美的计划 我每天要工作24个小时 不睡觉 这个就 只会让你感到挫败 因为你没有办法达到这个计划 啊 那九十九十你就不愿意做计划了 所以你就离你的计划越来越远 那 换一个方面呢 如果你每天做的计划是很现实的 然后在你的 本来可以完成的基础上 增加一点点难度 在语言学里面 我们叫它I加1 I就是你的正常水平 然后你每次给自己设的计划 就是正常水平 再加一个台阶的那种难度 然后你够一够能够着的那种感觉 那一旦你开始进入到这种良性循环 啊 然后你就会发现 哦 原来是我 我是有能力来完成挑战自己 就是能达到更强强度的一个 一个工作态度 一个工作效果 那你就会开始憧憬制定计划 这个也是我最近几个月的一个感受 就是我以前做计划就是做得很完美 但是呢 现实就是我一天不能完成 第二天也不能完成 久而久之我就不做计划了 我就开始颓废了 但是呢 今年开始我就 我就开始把计划搞得可控一点 可能我每天的工作时间是 就变成了八个小时 然后我发现我够一够我是能够着的 然后呢 第一周的计划 我完成了80% 不错 然后第二周 我就很期待做计划 因为我发现我能完成计划 就很开心 就做计划这件事情 变成了一个很开心的一个正向激励 所以你就会开始愿意继续做计划 并且继续地突破自己I加E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我的一个体会 就是做计划要脚踏实地 不要做得太高 太虚无缥缈 要一步一步来 然后呢 以前的一些小的成功 他就能够激励力 然后离更大的目标越来越近这样 然后第三个quote 跟第四个差不多 就是learn to fail or fail to learn 就你要么学着去 很好的心态去接受失败 要么呢 你就没有办法去成长 去进步 去学习 learn to fail or fail to learn 或者说最失败 最成功的人 他失败的次数其实也是最多的 就像乔丹 他是史上最成功的篮球员 但是如果你去看他的战绩的话 他失败的这个次数 其实是所有篮球运动员里面最多的 但是你要怎么样去解读这些失败呢 就像爱迪生他会解读自己的一千多次 尝试他会把它解读成 哦 我排除了一千多种不可行的错误的办法 这意味着我离 发现那个最棒的那个导体 又进了一步 我离我自己的目标又进了一步 所以谢谢这些一千多次的所谓的失败 这个就是一个心态 就失败是成功之母 跟这个成功也是孕育成功之母 就是不矛盾的 这个要分场合 就是前者的这个成功呢 其实是你自己掌控范围之内的 比如说制定计划 你其实可以很科学地制定 现实可行的计划 这个是你可以做到的 那这些失败呢 可能是现实很存在 很正常的一些存在 那接受这些已经发生的事情 并且很积极地去解读他们 这个就是第四个quote I don't believe that things happen for the best 就是我不相信所有的事情 都一定是最好的事情 所有发生的事情一定是最好的 我不相信这个 但是我确实相信呢 I do believe that some people are able to make the best of things that happen make the best of 就是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能怎么办呢 你只能很积极地去解读它 并且从中来收获最多 怎么样收获最多呢 就是去很积极地解读它 举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身体如果出现了状况 那你不得不去接受手术治疗 或者是长期的服药治疗这些 确实很痛苦啊 这个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它就是发生了 那你能怎么样让这个已经发生的事情 变成一件好事呢 你可以这样去积极地解读它 比如说我当时就是这样解读的 我觉得啊 首先生了这个大病呢 让我意识到健康的的确确最重要 我以前那么努力地 争分夺秒地去学习 去跟别人竞争 但我现在失去了这些 大把的时间 让我发现 我原来身体健康最重要 人生是一个马拉松 不要太介意每一时每一刻的得失 应该长远来看 所以长远来看呢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这是我生活的第一条 第二条呢 我就积极地来解读啊 这件事让我发现了 我要以后把健身列为 任务的第一项 而不是把学习列为第一项 然后我就会开始去学习瑜伽呀 我就开始做力量训练呀 我开始去跑健身房啊 并且我还带动了我的妈妈 办了健身卡 让她也变得更加健康等等 这些都是我可以做 并且已经做到的事情 我未来还可以继续来发掘 就是生病这件事情 对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那只要你问自己积极的问题 你其实就可以创造积极的未来 然后接下来一个quote是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 有的时候你可能想要做一些事情 但是可能环境啊 大环境跟你有点相向而驰 那其实你可以 你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 然后你可以成为榜样 让别人来向你学习 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 这个例子太多了 但是举个例子好像有点法尔赛 就比如说我上学期教这门英语课 其实我们学校的这个氛围 或者是整个很多大学的氛围 就是老师其实凭职称嘛 第一个是写论文 教学其实是排在很后面的事情 对一些老师来说 但是呢我不愿意这样 我觉得我发自内心的良心 我不想耽误我的时间 我也不想浪费我学生的时间 我想要珍惜他们上课的每一分每一秒 我想make the best of the every time the every minute of my class 所以我就愿意成为这样一个改变 我愿意成为这样一个人 来做出榜样 不一定说一定要人家去向我学习 或者是怎样改革 只是说 我不能因为旁边的人都没有这样做 我就不去做这件事情 我自己可以成为第一个人 或者是第一批这样做的人 so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 然后我自己这样 一身作则的话 我也有底气把这句话 分享给我的学生说 你们其实也可以像我一样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 despite of all the difficulties all the challenges but you can also be responsible for your future 然后下一个quote是 行为超越智慧 智慧将持久 这个怎么说呢 其实就是跟我们刚刚开头讲的一个前提相关 就是你可以做很多很fancy的笔记 做得很美很正洁 但是你可以什么都不做 当然你的生活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所以学者们课呢 最重要的是你要开始动起来 do something make a change make a difference 所以就是 你只有把你学到的 付出行动了 这个学到的这个东西 它才有意义 它才会持续的产生意义 然后下一个quote是 it takes time to carve out life's statue chipping away the excess stone the limitations and building a beautiful life 这个其实就是说要有耐心 它是需要时间 它是一个过程 幸福是一个进行时 更多的幸福是存在于你 在攀向目标这个过程本身中的幸福 而不是你达到目标的那一刻幸福 对 然后下一个呢 锻炼是氧气 是必需品 意思就是说 锻炼不是说非要等你生病才去锻炼 或者说你是一个正常水平 你就不需要锻炼 不是的 如果你是正常人 但是你不锻炼 那么久而久之你会变成一个虚弱的病人 就它是氧气 是必须的 它不是奢侈品 它是necessary 这个后面可能会提到 然后下一个是自尊 自尊其实就是尊重自己嘛 尊重自己呢 最大的一个体现就是 言行一致 就你说什么东西 你不是在放屁 而是说 I really mean it I'm going to do it My words matter means I matter 如果我说的话 都是很重要的话 那我这个人本身也是重要的 这个就是自尊 如果你一面说着啊 我明天会干嘛干嘛 然后 但是你明天又去做别的事情 那就是不停地打自己的脸 那你打自己的脸打多了 你怎么能尊重自己呢 这个就是自尊 我觉得这句话很精辟地概括了自尊 然后下面一个quote是 追求荣誉的荣誉躲避他们 躲避荣誉的荣誉追求他们 这个其实是翻译过来的哈 英文的话其实有点复杂 我就直接说中文了 这个最大的一个 我自己最大的一个解读就是 外界的荣誉 其实是没有必要去追求的 反而是如果你真正地追求了 自己看中的那些东西 并且去做的时候 你自己真的会开始认可自己 自己开始为自己感到骄傲自豪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对你自己的荣誉 其实就一直在追随你自己 这个是自己给的荣誉 就是你对你自己的认可 举一个例子呢 就是也是我最近的一个体会 就是2020发生了非常不愉快的事情 然后我处在人生低谷 我会开始寻求外界的帮助 但那个时候我没有 没有胆量去揭开自己的伤疤 然后跟任何亲近的人 去倾诉我内心的恐惧和无助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会转向 用另外一种形式来向外界求助 我求助的形式是 我会每天发朋友圈 来展现自己生活中的一些 小的确醒 比如说今天出太阳啦 我下太阳 或者说今天这个花开啦 明天那个小番茄变红啦 等等就是这种 小的东西我都会发出来 然后呢 当然也会有很多朋友点赞评论啊 当然他们并不知道我经历了一些一些其他的低谷 就是久而久之呢 我就开始慢慢的袒露自己 然后呢 点赞啊 关注的人会 会 关心我的人会越来越多 然后我就开始习惯他们 好像他们给我点赞 我才能认可自己一样 但其实我当时发朋友圈的初心只是 我想要纪念这一刻 我想纪念自己的一步步的成长和突破 我自己真的很为自己感到开心 这个是我当时发朋友圈的一个初心 但是呢 久而久之我好像被外界裹挟了 被他们给我随之而来的 点赞评论和关心裹挟了 于是呢 后面久而久之呢 评论开始减少了 点赞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我好像开始反而不认可自己了 我会开始怀疑自己说 是不是自己开始讨人嫌了 是不是自己太过了呀 太喧闹了呀 我就开始怀疑自己了 那这个时候 我可以理解为 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认可开始躲避我了 就我开始怀疑自己了 我开始把别人对我的认可 大于自己对自己的认可 然后到后面 也是最近几周 突然就悟了 我还是可以继续发 然后我发的时候 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初心 就是 我确实很享受当下 我想纪念自己做出的这个突破 或者说 我很想纪念这个美妙的时刻 然后我就不会那么关注别人 有多少人给我点赞 有没有哪个好朋友 忘记给我点赞 或者怎么样 是不是他对我有一件 我就不会想这些 完全不会了 因为我发现 我真的开始自己为自己感到骄傲 我真的自己开始认可自己 然后这个就是 我给自己最大的荣誉 这个荣誉也一直追随着我自己 我不知道我这样 用这个例子讲 你们好不好理解 就这句话 也是我前两天才突然悟到的 就是 这些前面的荣誉 其实是外界给你的认可 然后真正的荣誉呢 是你自己发自内心 自己对自己的认可 那这个时候外界怎么样 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了 也是这个时候 你才会真的感觉到没有偶像包袱 而且真的很开心 很随意 很随性 很舒服 然后下一个quote是 People do what you do not what you say 这个地方其实是 当时老师放了一个视频 就是如果你对一个人 做出手势是二 夜的这个手势 那其实人家就知道你很开心 但是如果你一边说 一边做着夜的手势 一边说我很难过 那其实人家只会觉得 你说的是谎话 你做的 你的body language 你的真实行动 你的表情才是你 你真实的意思 这个地方其实 有一个例子可以来说 就是 言传神教 就上学期我有两个角色嘛 第一个角色是 这门课的学生 Tel是我的老师 然后第二个角色是我 是我学生的老师 教英语阅读课 那这句话 我的理解就是 比如说Tel 他会说 你要不停地突破自己 把自己放在风险 风险线上 你要让自己 做一些尝试 只有你这样做 你才会感到幸福 但是如果他只是说 这句话的话 其实作为学生的我 我不会有任何感受 我觉得你只在说啊 嗯 好啊 继续啊 我不会有任何改变 但是呢 Tel他非常棒 他就在其中的一门课上 真的做出了自己的突破 嗯 这个突破呢 我就不剧透了 非常精彩 就Tel真的把自己的恐惧 内向纠结展现出来 然后把自己的尝试 克服纠结 内向痛苦恐惧 这个过程也展现出来 把自己的紧张也表现出来 嗯 很真实的表现 然后最后呢 他终于如释重负 很开心 然后感觉到 自己真的 做出了一些突破 并且跟学生的关系 更近的时候 这整个的从头到尾 从改变到改变的结果 产生效果 这一系列的过程 都呈现到 课堂上的 课堂上的时候 让我看到 我就真的理解这句话 然后我也会 作为老师去 言传身教 给我的学生 以身作则 那我也会 当着他们的面 去突破我自己 袒露自己 做过的一些糗事 然后 跟他们说 就是分享 我以前上台讲话 也会脸红心跳 然后手抖 并且忘词 然后很尴尬 就这些 还有一些情感上的糗事 我都会跟他们 偶尔分享 然后并且把我 紧张之后 然后怎么样去 克服硬着头皮紧张 克服紧张 给他们看 然后这件事情 分享这件事情 本身 也是我自己 做出了一个突破 我把这件事情 都搬上了课堂之后呢 学生就会真的觉得 哦 老师真的在这样做 而且他 真的有变得更加 自信 更加开心 于是呢 他们自己就会觉得 我也可以这样做 我也可以像老师那样 去冒险 去袒露自己 然后做一些 突破自己的事情 我也可以变得 更加幸福 所以 这个就是言传深交 以身作则 在我的一个理解 你们以后应该也会有自己的感悟 对 就是你说 再多也没有用 你直接去做 人们才会去相信 然后人们才会去模仿你 最后一个 J.P. Morgan 他说 I can do a year's work in nine months but not in twelve 就我可以把一年的工作 用九个月时间完成 但是如果你要我十二个月 每一个月都来工作的话 我做不到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仅需要 不停地工作 我们还需要给自己 不工作 说不 就是给自己空一些时间来 休息 这个就 涉及到后面具体讲的一点了 就是 往往一些最成功 最幸福的人 他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 他不仅 会很自律地去工作 他还会 专门设计划去休息 我今天要不做什么 我今天要去休息 要怎么玩 他会设这些计划 这个是成功又幸福的人的特点 好 那以上呢 就是一些quotes 那分享到这里呢 接下来就进入到 我们的第二个板块 总结 就是一个脱水版的总结 那这个总结 我看了一下时间 光是分享第一个板块 就已经讲了很久了 那后面的三个板块呢 可能就要用到第二个部分了 然后我们来继续聊一聊 那总之呢 这一系列的视频的最终目的 就是抛砖引玉 希望你们能够看到 我真的 一个经历了这么多低谷的人 都能变得更幸福 而且能够让我的一百多个学生 都变得更幸福 让我的家人朋友 都变得更幸福的话 你也可以的 那林药呢 就是去看这一门课 叫做Positive Psychology 然后呢 最好是看B站的这个版本 12级重编版 非常感谢这位UP主 NikuFans39 谢谢你的分享 然后大家也不用觉得枯燥啊 如果你真的很怕这种 很长的时间的学习的过程的话 你不妨开一下弹幕 你会发现有很多小伙伴跟你一起在学习 对 好 那今天就暂时先分享到这里 篇幅实在是有点长 我也要休息一下 嗯 OK 那 新年愿望 就是希望 希望所有看我视频的 呃 不管是过客 还是老朋友 还是新朋友 都真的能够习得 让自己变得更幸福的能力 也能够传递这些能力 让自己爱的人更加幸福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希望你们的反馈 这是我第一次录这么长的一个视频分享 自己的学习收获成果 嗯 对 有一些建议 真的很希望你们告诉我 然后有一些反馈 比如说你有没有学过这门课 你有没有听过这门课 然后你看完我这个视频之后 有没有什么新的感想 是不是更加愿意 有勇气去学习这门 三十个小时的课程 还是怎么样 Whatever 任何反馈 我都希望你们能够告诉我 以弹幕或者是评论的形式告诉我 或者私信也可以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嗯 最后呢 再来秀一下 学生给我的反馈 这真的是我要表起来的三张图 最大的改变 变得更加勇敢 更加自信 然后 这门英语课上 这首次数超过了 整个高中的次数 嗯 还有他也学会了 怎么样尊重同学 别人 提问 回答问题的时候 不要去打断他 并且提醒大家认真听 而有的时候 自己心情很不好 但是呢 看到我 心情就变好了 上了15年以来 最喜欢的老师 最喜欢的老师 要像英语专业的学生那样 却很好地学英语 但是他们的这些 对英语的改观 还有对生活的改观 真的让我觉得很欣慰 我觉得我这学期 应该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一个学期 也是疫情后 开学的 就是面对面线下教学的第一个学期 真的很有纪念仪 而且当我学完positive psychology 然后统计学习时间的时候 我才发现非常巧合的重合了 就是我一边在学积极心理学 我一边把我学到的这些东西 交给我的英语阅读课上的学生 这个过程真的很神奇 非常奇妙的一段 一段人生时光 这在改变 对英语阅读产生了浓浓的兴趣 可能感觉到生活更幸福了 觉得我很像学姐 然后我们课上会有一些 引导啊 讨论啊 提问啊 一些很有趣的活动 其实都是灵感来自于积极心理学 然后学生会觉得很受用 英语学习状态 相比以前 好的不是一心半点 好 很享受这种状态 对 享受过程 能够主动回答问题 没有抵触 在各个方面突破自己 勇敢迈出第一步 自信善良 尊重他人 可以更好啦 然后第二个分享是 印象最深的一次英语课 我也很选 然后我的学生很多都喜欢 每次放他们就花痴脸就开始笑 这个 对 我会很用心地记他们的名字 他们就会觉得被尊重 被用心地对待 对 这个是言传身教 就是我会给他们展现什么叫 感恩或者是什么叫关注积极的地方 我会尽力地去当着所有同学的面 去夸一个同学 可能被忽视的地方 然后呢 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呢 我也不会说某某人的缺点是什么 而是会说 如果怎么怎么样做 可能会变得更好 就是会把这些剧情交给他们 然后他们以后 就给自己的同伴 给反馈的时候 也不会这样冒犯他们 而是会更加鼓励自己的学生 自己的伙伴同学 我上课也从来不会点名 因为我觉得点名 是对学生的不信任 对自己的不信任 以及对课堂时间的浪费 我也会放英文讲解版的欧冠 进球几锦 然后学生会突破自己来表演脱口秀 还会用自己学过的短语和剧情 来编创一故事 Creative Writing 还有Creative Conversation 大家用学到的剧情来编对话 用到的越多就 就越厉害越有趣 对我会跟他们分享自己的故事 自己的糗事 然后让他们真的知道 就是大家都是普通人 但是普通人也可以变得很幸福 就越没有偶像包袱 我就越加越幸福 我会展示给他们 我自己蜕变的这个过程 然后他们看到之后 他们也会这样去做 我会让他们上课分享 给学生 给自己的同学 写感谢的小纸条 然后大家可以自由的换作组团 来完成对话 会觉得团队合作比一个人发言更有成就感 然后他们会有很多第一次的突破 他们每次突破自己 我比他们更加激动 好像看到自己 自己学生时代 迈出勇敢的第一步那种激动 我也希望这些事情 能够发生在我学生身上 然后大家被自己的同学惊艳到 同学是最好的榜样 然后编 变形金刚的故事 等等啊 分享自己的情感故事 anything 然后还有唱英文歌 presentation 让学生自己上台表演啊 唱英文歌 好 然后最后呢 是学生对我的补充 我教会了他们很多排除不开心的方法 并且逐渐开始喜欢唱英语 其实这些方法真的都是来自于 其实心理学 嗯 从来大家最喜欢的一个老师 哇 对 其实这些学生真的不太喜欢英语 说实话 然后英语基础也确实比较 比较普通 嗯 所以他们能够有这些反馈 我是远远超出我自己的预期 所以 我真的觉得 积极心理学这门课 真的对我的帮助很大 然后也希望它能够对你们有很多帮助 嗯 觉得上我课很有意思 最亲切 最温柔 最包容 播放那些视频 其中有一些片段啊 就是来自积极心理学的一些案例和故事 还有一些图画 后期的话 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高量时刻 因为说实话三十个小时的课程 真的学了一个学期 所以我会先来分享一些我的收获和高量 然后来感化你们 让你们能够去学这门课 嗯 对 这些评价我都会珍藏起来 啊 这个视频也是给自己的一个纪念吧 其实我没有告诉过我学生任何关于B站的信息 嗯 我还是比较害羞 然后 然后想要把生活和工作分开嘛 所以就在这边暗粗粗的分享一下 嗯 对 真正的为学生着想的话 学生其实也会反馈给你 他会真的也会把你当朋友一样 去分享他的一些糗事啊 或者是自己的突破 就这种感觉真的是教学相长 互相治愈的感觉 整个学期就像向日可以一样 很明亮 好了 那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第一段分享 希望大家有任何的反馈可以告诉我 最大的希望呢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2021年和未来的很多很多年 都变成一个更加幸福的人 并且有随时让自己变得更加幸福的能力 以及让自己爱的人更加幸福 好了 See you